好 这里呢 我们接着回到我们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苹果挥制的这样的一个进屋示范当中 我们来继续完成的这样子继续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绘画 好 那么这里呢 我先将整体的一个色调 一个明暗色调呢 进行一个挥制 整体的明暗色调进行挥制 然后呢 我将背景啊 主要是将这个背景的一个颜色呢 拉出来 这个呢 我调一个笔刷 这个笔刷比较常用吧 比较常用 好 注意呢 我再进一步的时候啊 最大注意一下我排线的方向啊 我整个排线的方向都是这种素质朝向 那么在这一点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你们在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分析每个面与每个面之间的朝向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的来源是来自于什么 就是来自于我对每个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那么如果我在画苹果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 如果我是在排这样子的一个面的一个色彩的时候呢 那么我就会按照我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排布来进行一个绘制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因为这里呢有一个明暗章节线 那么我这里的排布呢 就不会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排数 应该是这样子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后音乐后面的有几节 有几个章节当中呢 我并没有录音 没有录音只是演示了一个绘制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那么我不知不太清楚 我之后会在什么地方啊 什么时候呢进行更新 但是呢会更新 那么可能有同学会 可能有同学会不太了解啊 不太了解是怎么来的啊 排线的一个方向是怎么来的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我对于这个结构的分析来了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简单的来说一下 我们把苹果的这个面呢 这样子去理解 就是我对于这个苹果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理解 那么这里呢我加深了一些颜色 看上去不要那么白啊 这样子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苹果的绘制 所以说你排出来的这个苹果呢 就会比较有体积感 但是现在的话呢 这个苹果呢 就会粗看上去的很像石头啊 粗看上去我们很换的很像一个石头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做这样的一步啊 就是在做这样子一步 那么我们慢慢的呢 是会将啊 这个苹果的一个真实的质感呢 表现出来的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不要急 咱们把一个苹果的一个素描关系画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将你的这个苹果调成一个 找的这个图呢 调成一个黑白灰的一个模式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 这个呢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去画过度了 这个过度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我们开始做下面这一步了 开始做下面这一步了 我们画苹果的时候 用的笔刷稍微大一点 苹果的路由生先不要给它太亮 注意我的这个绘画的方向呢 始终是会变的 始终是会变的 这个是棉胶的线 稍微直接有一笔比较重的啊 先放在上面 这个呢 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要画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比较重的凹下去的 这个凹槽我们也画出来 我就要把这个绘画看 就是一个比较的 如果他是在小谷 你能让它再做了 这个地方呢 是如果是在小谷 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弄成 这个地方 有点 看它 这个地方呢 就是 这个地方呢 我会有点 把背景呢 我们也稍微处理一下 最后呢 我们画的时候呢 始终是背景和 背景和物体本身呢 是不能脱节的 而且注意方向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比较暗的一个面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因为呢 我们的苹果呢 它是类似于像 你看 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观察一下 正反观察一下这个圆球体的一个闽暗变幅 这边呢 我们画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地方 苹果呢 这个边缘啊 稍微卡 会卡出来一点 苹果的一个素描关系 这是一个苹果素描 要看出来的 observation 但是 我们在买的时候 这个是中的 膨 rooting了 这边的肌肉 这边也看出来的 还可以把胃味道 这边 不能准备用 是什么都关系 的 你看 没关系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画素描关系不一定画得很完美 在这一步的时候 但是我确实花了一些时间 用去大家画的时候 只需要给出一个大概的色彩关系就可以了 这个样子的一个素描关系就画完了 好接着呢我们就来铺色 所以接着呢我们就来铺色 铺一个什么颜色呢 我们首先呢 假设这是一个红色的一个苹果 一个红苹果 那么呢我们给我们整个的画面 都铺上一个颜色 铺色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叠加的方式 叠加或者柔光的方式 但是这个柔光啊 叠加成了 你看会重一些 我们直接先给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红色 直接给出一个红色 好注意这样 注意一下啊 现在我们在上色的时候呢 我们把苹果啊 给的是这个红色啊 给的是红色 叠加的时候给的是红色 好那么在背景啊 我同样的背景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个跟它 如果也是暖色的话 红色是暖色 背景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暖色系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固有色呢 我们就区分出来了 至少呢 我们的画面当中呢 有了一个比较 好 包括一 然后投影 也是这样子 至少我们画面当中呢 就有了一个固有色 固有色 固有色 但是这个固有色呢 还不是我们最后啊 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颜色啊 这只是一个固有色 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颜色 因为呢 仅仅是一个固有色呢 是不足以帮助我们去完成 这样子的一张绘画的 那么呢 我们同样的 也可以去在苹果上面 找一些颜色的变化 苹果上面去找一些颜色的变化 用黄的颜色 同样的也是用这个叠加的方式 在这个亮部我们找一些黄色的颜色 在暗部呢 就不要找太多了 暗部找太多了 就会觉得太 很习惯啊 就会觉得很习惯 好 找完了颜色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色层上面啊 色层的最上方呢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一个 绘制 所谓的绘制是什么呢 就是 借助于你对这个颜色的理解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苹果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色彩呈现出来 这边的背景稍微重了一点 这边的背景稍微重了一点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调整 我们先这里呢 整体先调一下背景 整体调一下背景 背景有一点点花 背景实际上比较浅 就是你在上了颜色之后呢 你又会发现一些问题 又会发现一些 你素描上面的一些问题 又或者是一些其他部分的问题 总之这些问题呢 会一直伴随着你绘画的 绘画的一直到绘画的结束 绘画的结束 好 这里呢 我们将明显加记线 这个 颜色找一下 然后又回到这个 这个呢 我换个笔刷 每个景都和预备 能等 正 soir 四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地方比较亮 前景的颜色会 就是这个立面的颜色呢 是比较亮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处理一下 整体的图案 整体的这样的颜色图案 注意我上颜色的 这样子的一个排色的方向 也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来的 像这样的一个规律来的 这个颜色稍微重一点 记住啊 重的颜色的饱和度 一定会比较高一些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卡位 卡出来 把颜色先重一点 这个重色先放在这里 都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让它慢慢的 我们让这个重色的 感觉的削弱 重色的感觉的削弱 就是阴影的颜色 这些个封 Anybodycbast 想定在它 需要黄色的感觉 有点 就是这个集团 有点 是 等于免疫情 对 对 对 有点 然后我们记住啊 投影的颜色 移物体最重的地方 移物体最近的地方 颜色是最重的 这个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也讲过 压下去 压下去 这个可以加一些苹果的反光 但是现在行 可以先加试试 但是不好的话 我们就把它擦掉 感谢观看 如果我们在画的时候啊 就是说尽量我们去找什么颜色呢 找我们这个已经已有的颜色来进行绘制 而不要再用调色盘啊 或者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 一些工具来进行调色 因为你这个上面的颜色其实呢 已经比较丰富了 已经比较丰富了 那如果我们实在是欠缺一些颜色的话 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接触于这个调色盘 接触于调色盘 这个地方是一个红色的区域 或者是一种小区域的地方是一种小区域的地方 那么非常有可能 这种事情呢 有点像是有点像是一种柜色盘的地方 对于这种椰栏的地方 在这种椰栏的地方 因为这种椰栏的地方 就是有点像是一种柜色盘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去那种椰栏的地方 这个上面的面呢 我们分析过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面 其实分析了 它是一个比较亮的面 但是呢 苹果本身它有一些固有的颜色在上面 会扰乱我们的 对它的颜色的一个判断 会扰乱我们对它颜色的一个判断 背景呢 我们稍微处理一下 不要太脏 我们的背景 我们甚至可以换一个颜色 这个地方呢 连交界线最重 然后保护度也是最高的 我们先给它加深一点 这里呢 我们就要求助于这个 工具 这样子的话呢 苹果的体积感就会比较强 一下就出来了 因为呢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这里呢 我们加强了它的一个 保护度 保护度 然后我们把 我们把整个暗部的一个颜色呢 还可以注入 那边 把青植在这边 这边我也是用了这个选区工具去画的 然后呢 我想这个时候呢 我也觉得应该可以把苹果选出来 然后把苹果的背景进行一个分离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够 这里呢 我们把苹果和这个背景选出来 我们把背景稍微换一个颜色 把背景换一个颜色 好 这个呢 我们把苹果 ok 然后背景就选出来了 背景就选出来了 好 这样子偏暖一点 偏暖一点 偏暖一点 偏暖 偏暖 好 这样子的色调还为比之前融合了一点 比之前这个融合了一点 好 然后呢 但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苹果的这个阴影呢 我们就要处理一下了 它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子 好 这个啊 好 之前的整个色彩都看得觉得脏 这就是我在调整它的时候做的一个操作 好 大家看得到 好 好 啊 好 好 好 这次之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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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少了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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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